这家能征服我老公和儿子为了的铁板鱿鱼 今天我终于对他下手了 不能说完全一样 但是相似度也能达到90%以上 总算也不枉费我 在探边洗了三天的油烟 鱿鱼我买的是比较嫩的小鱿鱼 另外还准备了一些小海鲜来做尝试 灵魂酸末必不可少 喜欢吃辣的可以加些小米辣一起打碎 顺便再给你们分享一个 简单的日式大板烧的做法 100克山药磨成泥以后 我们加入70克面粉和70克清水 搅拌均匀 接着再加入一把卷心菜 用味胶盐调一下味 等到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炒制了 我们可以先烧一锅开水 烫一下粉丝 烧水的同时 我们来制作一下灵魂的酱料 炒至蒜蓉的时候 锅里的油可以尽量多一些 蒜蓉不要炒得太久 大概炒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水也已经烧开了 我们关火下入粉丝 粉丝只需烫几分钟 炒好的蒜蓉酱中 按照我字幕上给出来的调料 混合均匀 这样一份灵魂酱料就完成了 烤盘中我们喷上一些食用油 再加入一些洋葱 单度炒香 不爱吃洋葱的话 可以炒软以后将它取出 我们用葱油来煎一下 鱿鱼串 按照麦家的手法 剪的时候需要用一个铲子 不停地按压 随时还要注意不停地翻面 等到鱿鱼不再出水以后 我们加入一大勺的酱料 继续按压一两分钟以后 我们在面上撒一些烧烤料 和一些辣椒粉 香满满的铁板鱿鱼 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先放在一旁备用 松下出的聚海盘 都特别的好清理 只需要用厨房纸巾擦一下 就非常干净了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酱料 做一个简单的小海鲜 和一个日式大板烧 烤盘中喷入少许的油 按照机器上的提示 大板烧用200度 我们将之前做好的山样面糊 铺在烤盘中 我今天这个量 刚好可以制作两个大板烧 今天我用的是松下聚海盘 迷你版 大小支笔A4质 大一点点 一般家庭2-4口人 都非常的合适 大板烧烤七八分钟以后 我们记得翻下面 烤熟以后 面上我们可以刷一些 照烧酱和沙拉酱 果然 用鱿鱼的酱料来做小海鲜 真的特别的香 之前做好的鱿鱼串 我们也可以放在烤盘上 撒入一些葱花 大板烧的面上 我们最好再放一些牧鱼花 吃起来会更香 烤盘开启90度保温模式 不用担心食物会变凉 可以悠悠闲闲的 享受着美食 正好这两天孩子在奶奶家 我和老公也可以 好好的二人世界一下 对了 忘了告诉你们 最近我的厨房在翻新 下期带你们来看我的新厨房吧